奇瑞在我的认知中是不懂浪漫的理工男 即便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火星架构发布会上 他也没有试着为我们营造出浪漫的星月童话 而是讲述了未来五年的发展和全新平台带来的产品力提升 并且顺势推出了要让合资品牌无路可走的奇瑞瑞虎酒 那今天就来看看号称要卷出新高度的他 究竟值不值得买 作为家族新旗舰 瑞虎酒车长4820毫米 轴距2820毫米 相近价位的合资 您只能买到紧凑型 就算弄到了中型SUV 也不过是个入门低配毛皮房 所以您说 它值吗 当然啊 和吉利星月L长安UNI-K比 这个数据呢只能算是不分伯仲 不过火星架构从技术上解决了得防律的问题 退步空间 您真的甭担心 不仅如此 零重力的座椅只有亲身体验的人才懂 文贵是前后排 通风和加热也都是基本操作 就连靠背都是热乎的 在合资品牌上 这些选装哪个不得收您万八千 新时代的家用SUV想卷营市场 除了舒适 还要智能 要说R4.6英寸的中控屏只能是常规操作 那么50英寸的ARHUD绝对堪称工业革命 标杆的理想L9才多大 那说到这 魏小李集体采购高通55保障车机流畅 瑞虎9不仅也有 还配备了5G千兆以太网 您说值吗 对了 还有14扬声器的索尼音响 255色氛围灯 这些配置 合资品牌不上到30万元以上 真别想 而瑞虎9呢 16万元的起售价 您说它值吗 都说这理工男士肉买饭 确实如此 外观没有天马行空 设计依然简洁明快 要说外在与旗下小老弟的差异 更多还是体现在体格上 不过当您拨开表面 看到的是192千瓦 400牛米的昆蓬动力 匹配的是专注平顺的爱信8AT 和制控的四驱系统 对了 还有合资品牌都当城堡的CDC可变悬挂 恨不得只有在顶配上才能享用 而瑞虎9呢 也给您配上了 您就说 这实力这价格 它值吗 众所周知 一款全球车型 面对的检测啊 很严苛 齐瑞瑞虎9全车10个安全气囊 而且亚洲 欧洲 澳洲和阿丁美洲的NCP测试 全部五星 因为它知道 代表的是国货品质 保障的是全家安全 所以您说 它值吗 在我看来 理工男虽然不懂口头的浪漫 但却始终牢记 行动是真 全新的瑞虎9 将于2023年的第二季度正式上市 除了燃油版本 还会推出基于火星架构 打造而来的混动版本 百公里加速4.5秒 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 那结合它16万元的起初价 您说 它值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